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 直播二的节目 我们今天的题目有两个 第1个 人民银行召开房地产金融座谈会 布署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 我们今天的题目有两个 部署恒大爆雷 这是一个疑问句 另外一个就是 北京冬奥会不开放外国观众观看比赛 如果你问我现在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 我现在最关心的事情就是恒大 为什么 因为 虽然我们现在看到全国21个省都在限电 但是恒大这件事情更严重 它产生的影响 产生的后果更大 所以我心里一直在惦记这个事情 这件事情 很重要 但是今天这个新闻呢 我不能给大家一个确切的答案 所以我的标题上面是个问号 Question Mark 我先讲新闻 然后我再讲我的分析和看法 希望能够提供给大家一个参考 人民银行银保监会 9月29号联合召开 房地产金融工作座谈会 那么会议由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主持 副行长潘工胜 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肖元出席 然后是住房城乡建设部 住建部 证监会和相关负责人以及全国 24家 主要银行的负责人参加这个会议 那么郭淑清没有参加 郭淑清是银保监会的主席 也是人民银行的党组书记 那么郭淑清没有参加 新华社的通稿呢 就发得非常的简单 我简单说一下 通稿第1个 当然这个银保监会跟人民银行先肯定自己工作 近年来金融部门全面落实 房地产长效机制 反正一段 一段就讲 这个金融机构促进这个市场健康发展 发挥了积极作用 这个基本没什么意义啊 第2个就是基本政策 基本政策是金融部门 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 围绕着稳地产 稳房价 稳预期的目标 准确把握和执行 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的制度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坚持 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 持续落实好房地产长效机制 加快完善房地产 租赁金融政策体系 这是基本政策 这基本上过去一年时间都没改过 第3核心内容 核心内容就是一句话 金融机构要按照法治化市场化的原则 配合 相关部门 和地方政府共同维护 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 这第1句话 维护 住房消费者合法权益 这么大的动静就这两句话 肯定不会那么简单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再说另外一个会 9月24号 人民银行 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开了第3季度的例会 在北京开 那么我也讲一下这个 我们一对比 大家就会发现中间有东西 第1个 当然是人民银行在肯定自己的工作 你看 开会 所有的开会都是 先肯定自己工作 然后是形势分析 形势分析是两句话 第1个 外部环境更趋严峻复杂 主要是复杂 严峻复杂 就是中国跟外部的关系 不好 第2个 国内经济恢复仍然不稳固 不均衡 这形势分析 第3 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比较复杂 很长 人民银行很少这么长的货币政策 叫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 合理适度 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 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 增长同民意经济增速 基本匹配 保持 宏观杠杆 宏观杠杆 宏观杠杆率 基本稳定 这么长的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的内容 通常是什么情况 就是啥都不告诉你 啥都说到 货币政策 如果他啥都说到了 那就啥都没说 就不告诉你 这是第3个 第4个 任务 任务就是坚持把 服务实体经济 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维护经济大局总体平稳 增强经济发展韧性 这次呢还特别讲到人民币 人民币汇率 深化汇率市场改革 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 大概就是引导企业和金融机构 坚持风险中性的理念 维持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上的基本稳定 这基本上也没有太说 但是提出来 中间提到一个 提到什么 房地产 他说维持维护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维护住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这两次会议呢 都提到了同一句话 叫维护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 还有 住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那以前有没有说过 以前不说 为什么 那么肯定是有 不稳定的因素 这是第1个 你要说这个话 肯定是因为有不稳定 不平稳的因素 第2个 肯定有住房消费者 合法权益被 侵犯的因素 如果没有的话也不存在 那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存在 既有市场不稳定的因素 又有 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因素呢 你把这两个东西往中间一放 恒大事件 恒大 恒大爆雷 恒大爆雷 你如果恒大这个出现问题 那恒大就他的房子就盖不下去 那就没办法及时的交楼 没有办法及时交楼的后果 那就是侵犯了 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次这个 房地产金融座谈会 应该是在谈 恒大事件 是针对恒大的这个 一个措施 那么 为什么要去 针对恒大 你想一下 人民银行 加上银保监会 基本上所有的事情全管了 你可以看 参加 参加这个会议的谁 副行长 这个潘工胜 然后就是银保监会的两个副主席 然后是住建部 然后是证监会 全部主要的官员全部都在 就是 跟房地产有关的所有的主管部门都在这里 那肯定是要谈 谈什么呢 谈恒大的事情 那为什么要谈恒大的事情 恒大在去年8月份写了一封信 给广东省政府 希望广东省政府救他 因为他的1300亿的战头到期 他没办法完成这个对深深房的这个资产 资产重组 没办法资产重组的13300亿 他是肯定还不了 还不了他可能引发的这个爆雷 所以他写封信给广东省政府 他信里面讲了一段话 这段话 反映了什么呢 反映了恒大这个债务的情况 他说呢 他说到2020年的6月30号 恒大集团有息负债 余额是8355亿 那么这8355亿涉及的 银行类金融机构是128家 借款余额是2223亿 那么其中境内银行类的金融机构是171家 借款余额是2163亿 他举了几个例子 民生银行是293亿 农业银行是242亿 折商银行是107亿 光大银行100亿 工商银行94亿 中芯银行94亿 然后还有呢 还有涉及非银行 银行类的金融机构 121家 借款余额是3684亿 然后其中光大信托278亿 山东信托176亿 外经贸信托167亿 中行信托133亿 中信信托126亿 那么还有就是 公司债 公司债是496亿 境外债是1852亿 1852亿 那就超过 如果按照超过300亿 300亿美元 这封信 他什么意思呢 这封信其实是告诉 告诉这个广东省政府 我跟银行的关系很密切 我要是倒了 银行也 也有很大的麻烦 你得救我 就这个意思 所以这封信反映什么 反映 恒大大部分的资金来自银行 那么恒大的债务危机 如果 恒大真的要出事的话 首先冲击的是谁 是银行 那么这是第1个 第2个 规模 规模绝对大 你想想几千亿 其实恒大的总的债务是将近2万亿 那么但是从银行的这个风险敞口 来看 是以千亿为单位 这是非常大的冲击 所以那个规模很重要 恒大把这个规模做得这么大 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政府部门对恒大 你从表面上来看 还是比较客气的 没有 没有采取非常 很强力的手段 因为恒大的规模很大 他真要倒下来 那得压死好多人 这是第2 第3 那么恒大的这个冲击 我刚才念这数据 其实就是要反映一个情况 什么情况 就是恒大的这个冲击 比想象的要大 虽然外界不断的这些人洗地 不断的洗地说恒大冲击没那么大 没有雷曼时刻 恒大真倒了 那就是很多个雷曼时刻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我一直 我心里最惦记 现在最惦记的事情就是恒大 我相信 刘鹤也好 易刚也好 他们 他们脑子里现在装的事情 也都是恒大 非常重要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 所以呢 这些银行 而且 大家知道中国的所有的大银行 全部都是上市公司 很多东西盖不住的 那么从今年下半年开始 中国政府其实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我大概的梳理一下给大家听 就是 准备应对这个恒大 第1个 叫压力测试 6月8号 6月8号金融稳定委 指示恒大集团的 主要的贷款银行 针对恒大的风险敞口 进行新一轮的压力测试 这件事情在去年12月已经做过一次 去年8月份 8月份给广东省银行的那次 其实就是一次恒大的债务危机 所以去年12月 人民银行 当时是人民银行 组织恒大的债权银行 做了一次压力测试 然后到了今年6月 金融稳定委 金融稳定委当然是人民银行的 上级主管部门 金融稳定委再要这些银行 再做一次压力测试 这是第1个 结果不知道 他没公开 但肯定是什么 肯定是有影响 而且影响 不会是个小影响 这是第1个 第2个 8月19号 人民银行跟银保监会约谈 恒大集团的高管 那么 人民银行跟银保监会说 找这个 跟这个恒大的高管说 恒大集团正为房地产行业的头部企业 第1 要努力保持经营稳定 积极化解债务风险 维护房地产市场 和金融稳定 这是第1个 第2个 做好重大事项 真实信息的披露 不传播并及时澄清 不识信息 这两句话呢 其实也没有太说什么东西 但是毫无疑问 把恒大的人找来 跟他谈谈 告诉他 你该做什么 你不能做什么 你该说什么 你不能说什么 大概是做一件这样的事情 就是对恒大进行一个什么呢 进行一个 这个先下毛毛雨 跟他 其实这就是部署 这就是部署 然后到了9月8号 9月8号恒大财富 爆雷 违约爆雷 然后这个政府已经 就开始 派工作组进入恒大 从幕后操纵恒大 他操纵恒大呢 有两件事 第1件事情 就是控制恒大的银行账号 控制银行账号呢 把这个 恒大的资金主要投向哪里 主要投向那个楼盘的交付 就是给这个 建筑公司 要他们开工 把房子盖完 把房子盖完就能够交付 而不是把钱拿来 去还债 不干这个事情 这是第1个 第2个 深圳的金融监管部门开始调查恒大 恒大财富的违约的问题 现在最新的情况就这两个 这是第1个 其实所以从今年下半年开始 政府已经针对恒大要倒下 开始做部署 这是第1 第2 人民银行的座谈 人民银行这个关于房地产 金融的这个座谈会意味着什么 我自己感觉 我没有信息 但是从通过他这个动作 我觉得 政府要开始动手 就是针对恒大的问题 开始动手 因为 恒大财富已经爆雷 这是第1个 这头是已经发生 就是在国内市场 恒大财富开始爆雷了 这是一头 虽然他现在 他现在开始讲说用那个恒大的房地 房产 房产开始抵债 政府也默许他这么干 但是其实这个问题是有问题的 就这个问题并没有彻底的解决 就是 恒大的倒计时已经开始了 这是一头 另外一头就是海外 海外的恒大的美元债 现在开始爆雷 上个星期有一笔 8400万 没有利息 付不出去 没付出去 也没有公告 这个星期还有一笔 我应该是 应该是昨天 我没有看到 有什么说法 理论上 我估计还是付不起 所以两头的债务 爆雷都发生 所以政府应该这个时候要开始动手了 这个时候再不动手的话 可能就 可能就会被动 所以你可以看到 政府开始动手做几件事情 第1件事 左手开始肢解恒大 怎么个肢解呢 就是把恒大的资产卖掉还债 第1个 要求大型的房企 国有房企 出手收购恒大房地产的资产 那比如说像 要求像万科啊 像这个什么 这几个大的 像什么 招商 招商地产 这几个大的房企 就开始 减便宜嘛 肯定要占点便宜的嘛 这个时候 出手去买房地 恒大的资产 这是一块 第2个 要求地方政府 收购当地的这个恒大 恒大的楼盘 就是 属地原则 各地方 你是这个杭州 杭州市政府 杭州市政府 当然是安排杭州市政府的 市属的房地产公司去 收购他的资产 那肯定是便宜的吧 有便宜减 接管之后 他可以维持他交付 所以 这是一个动作 现在的 现成两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就是 广州市建筑投资集团 准备接管 恒大足球俱乐部的新场 新场馆 和周边的住宅项目 新场馆是投资120亿 周边的项目不知道 大概就是 把这个整个都拿下 这是一头 另外一头就是沈阳国资委 沈阳国资委收购这个 恒大是盛金银行的大股东 收购恒大集团的盛金银行的股份 作家100亿 然后呢这100亿呢 恒大拿不走 为什么 因为他掏空了盛金银行 那这100亿就还给盛金银行 盛金银行拿这100亿去 继续运营 大概是这样 然后沈阳国资委 就成为盛金银行的 第一大股东 持有29.54 的股权 这是一头 另外一头呢 你可以看 美元债 恒大美元债开始爆 然后呢 国内的债其实是已经爆了 只是按住不表 不让大家喊出来 所以你可以看 他就尽量的拖延 拖延什么 拖延恒大爆雷的时间 但是他手上的动作呢 就往前推 所以你可以看 刚才说的24家 主要银行 其实通常讲的是30家 30家 那么24家主要银行构成是什么 3家政策型银行 6家国有银行 15家 15家股份值银行 基本上中国的 中国银行资产70% 这24 通常我们讲是30家 30家银行基本上 涵盖了中国银行的 银行业的 70%的资产 所以 所以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我为什么这么担心 我这么惦记恒大这个事情 因为现在的情况 中国经济处于一个非常 脆弱的状况 8月份公布的经济数据非常差 差到什么地步 8月份的消费品零售总额是 34395亿 比7月份跌了6个百分点 这很少见 8月份比7月份跌了 6个百分点 同比增长2.5% 两年复合增长1.5% 下行速度在 加快下跌 经济 经济消费很差 8月份比7月份差 然后市场景气度的一个标志是餐饮 8月份餐饮是3456亿 356 那么同比是下降了4.5% 餐饮是反映市场的景气度 你看市场到底好不好 景不景气 望不望 看餐饮 餐饮是跌了4.5% 然后这是一个消费 工业 工业实际增长5.3% 比2019年增长11.2% 两年平均增长5.4% 环比 8月份只比7月份增加了0.3% 固定投资 固定投资是 346000 大数是35万亿 同比增长8.9% 那么两年平均增长4% 非常差 那么环比来看 就是8月份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0.16% 你可以看 工业 固定投资 还有什么 还有消费 都不好 都不好 唯一好的是什么 唯一好的是出口 但唯一好8月份出口还不错 但是就碰上了什么 碰上了限电 9月份就发生了限电 限电一来 你整个出口就就指望不上 所以今年你看 今年还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 你比如说 像日本 我们今天上午讲 日本韩国企业 再撤离中国市场 把产业链转移到东南亚 一部分去东南亚 一部分是回日本 这是一个 产业链的转移 那么 这个月 这个月发生的大规模的限电 对制造业的打击非常的大 对制造业的打击非常的大 有两个影响 第一个影响就是 出口会很差 因为你赶不了货 这第1个 第2个 那么原来的台商 制造业的台商 可能就会转移 转移他们的产业链 因为这风险太大 制造业你要是停电 对他来说 停电限电 对他来说是灾难性 所以呢 你现在 这是一头 这是一头 你看 然后就 今年 今年做了什么 打击互联网 不仅打击互联网 而且打击什么 打击中概股 中概股 现在中国企业 去美国上市这条路已经堵死了 然后是团灭教配行业 然后是什么 然后是房地产 开始下行 开始回落 房地产开始回落 的同时 恒大爆雷 恒大是中国 第2 原来是第1 的房地产企业 恒大爆雷标志着 一个时代的结束 中国的城市化 带来了中国房地产的财富效应 然后这是过去20年中国经济蓬勃的基础和条件 房地产的产业链 关系到有46个行业 所以房地产影响非常的大 房地产占中国 房地产的整个产业链占中国GDP的29% 所以你想影响大不大 地方政府一半的财政收入 和房地产有关 房地产 当然后面还连着什么 连着银行业 所以你看现在房地产开始下行 房地产开始下行 一些先行指数包括 卖地 包括销售 一手房 都开始出现 都开始显示 中国房地产开始下跌了 那么所以 一旦房地产出事 中国要出现的不是雷曼时刻 而是雷曼时刻的平方数 所以 恒大 恒大这件事情 我们讲 如果政府开始动手 动手 在恒大这件事情开始动手 我们要高度的关注 因为这件事情 它可能引发的 金融海啸 绝对比雷曼兄弟要来得严重的多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座谈会 他没有公布具体的内容 我现在没有把握 就是关于人民银行 银保监会这个座谈会 到底是不是政府开始动手 我觉得他们有动手的迹象 所以呢 我先给大家报告 提醒一下 就是投资者 和网友 要注意要小心 这现在处于一个这样的状态 好吧 好 这第1个 第2个呢 我们就讲讲那个冬奥会 北京冬奥会是明年的2月4号举行 那么国际奥委会9月29号举行执委会 公布了北京冬奥会和冬 冬残奥的防御措施 这个故意决定 冬奥会 北京冬奥会不开放国际观众 到中国观看比赛 那就跟日本一样 就是不开放 那么门票只卖给中国观众 还有就是 要有这个疫情防控相关要求的民众 中国观众 那么对中国观众的防疫要求细节 目前还在讨论 讨论当中 回头会公布 那么除了运动员 这个比赛参与者 其他 冬奥 持份者 都不能邀请客人参观这个冬奥会 持份者就是相关的人士 那么所有运动员和比赛参与者 在前往北京 这个北京之前 前往中国之前 14天 到中国前14天 要完成疫苗的接种 然后到达中国之后 就开始闭环管理 那么假如有运动员提出 合理的医学建议 国际奥委会将会考虑豁免接种疫苗 如果他有些什么状况 没有接种疫苗的参与者抵达北京后 抵达中国后 要接受21天的集中隔离观察 那么获得世卫组织 相关国际组织认可 或者是相关国家 和地区官方批准的 所有的疫苗 都均被认可 都均被承认 为什么这样 核心的就是要认可 为了认可他自己的疫苗呗 那么从这个2022年1月23号 到北京东残澳 结束 实行闭环管理 确保冬奥会的安全举办 闭环管理覆盖所有与冬奥会有关的环节 包括 出入境 交通 住宿 餐饮 比赛和开闭幕式 中国很熟练这个 中国的开两会就是这样 很熟练 办这事办得非常有经验 冬奥会将会建立一个专门的交通系统 在闭环内的参与者 可以在 与奥运会相关的场景场馆之间 移动 进行训练 比赛和工作 那么境内外冬奥会的工作人员 和参与者 将会进行 每天都会进行核酸检测 国际奥委会 执委会说 实行这个 这个疫苗限制 主要是 目的是为了让冬奥会顺利进行 那么具体措施会在10月底 发布这个手册 详细说明 那么我们讲一下 分析一下 第1个 不开放海外观众 不开放海外观众 有两个考虑 第1个考虑 当然是因为疫情 那么中国现在清零政策 清零政策很脆弱 清零政策很脆弱的原因是因为 中国的疫苗无效 如果万一有人进来 然后他 带着病毒进来 那后果不堪设想 因为中国没有实现 虽然中国已经打了21亿 剂的疫苗 但是中国仍然没有实现这个群体免疫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控制海外观众变成了控制疫情的一个核心的 手段 因为你看一下 他现在 现在北京冬奥会核心的 疫情 疫情防控措施 就是闭环 全部封闭起来 这些人一来 好 全部 像坐牢一样 都不能出去 跟外界不能有任何接触 这有点像当初开两会 全部封闭起来 全部封闭起来 然后就要求大家来之前先把疫苗打好 到这里来 我核酸检测 这个措施是可以的 这个针对运动员没有问题 但是问题是 如果你来个几万名海外观众怎么搞 你如果封闭起来 那就非常的吃力 而且你到处乱跑 就不好搞了 所以第1个是基于疫情的考虑 第2个考虑什么 预防可能发生的抵制 你想一下 如果你开放 那理论上来说 看台上应该人山人海 是个红旗招展 结果 结果什么呢 结果你 结果发生抵制现象 抵制的情况就是 看台上没有人 看台上没有人都很难看 就证明什么 你被抵制了 那跟 日本冬奥会的情况是 看台上是没有人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开放观众 海外观众 所以看台上是没什么人 所以这个 我认为他不开放海外观众 第1个原因是因为疫情 第2个原因就是 预防 我现在你们就不用来了 你不用来也不用抵制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外交抵制 变得有意义 为什么 因为外交抵制 你如果海外观众不参加 那剩下的不就是 全世界的这个 政府官员嘛 就是我们所谓的嘉宾嘛 那么嘉宾外交抵制的嘉宾就不出席了 嘉宾不出席的话 那你 这个奥运会开幕式就会很难看 因为你看来看去都是亚非啦 看不到这个欧美发达国家的代表 出来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 我认为预防这个可能发生的抵制也是 不开放这个海外 海外观众到中国观看比赛的原因 那么现在 其他国家 其他国家针对北京冬奥会 那么要求抵制的声音还是很高的 那么现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就是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的动静很大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方面要看美国 美国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松口 没有松口 就说这个关于 关于这个抵制北京冬奥会的这件事情没有松口 没有松口当然也是基于 牌不能随便打出去吧 我觉得 所以 大概就是这样 目前 北京冬奥会的这个情况呢 如果他按照这种模式来进行的话 北京冬奥会的 宣传价值基本上就一下子就降下来了 那 中国举办这一类的 这个 国际体育比赛 主要是为人拿来做宣传 那观众不来 那就宣传价值就 跌了很多 好吧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 我们下面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 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那我们从前天开始 我们都是用这个 我们用OBS来这个 来进行我们的直播 那我有点不大熟练 有些东西看得到 有些东西看不到 希望大家 有的时候我会啊 啊 啊 是因为 我再看一下 我不知道这个正不正常 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 之后 请大家不要聊天 四个 情况 问题 观点 情绪 好吗 鸣谢 谢谢 好 情况 打卡新西兰 今天新西兰大赦 约16万5千人可以拿绿卡 太好了 非常好 很棒 情况 中国青年网发布新闻 把中国拉闸限电赖给西方国家抢煤 不要脸 说得好 骂得对 情况 往年台商 中 台商中 半导体相关的产业在限电上是有豁免 今年也被限电 情况比公布出来的更严重 那就会走的了 那会走的了 情况 北方四线小城市 身边很多朋友都失业了 尤其是那些80后 失业后只能去送外卖 或者是代驾 或者是吃老本 小城市根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岗位 做实体生意的朋友 也都说快坚持不住了 生意越来越差 每个人都活得很焦虑 现在只有体制内的工作 人还活得比较体面 该吃吃该喝喝 老百姓活得真难 北方四线城市差不多就这样了 这很典型的了 就是 为什么要去 为什么要考公务员 考公务员的原因就是 当来了这种情况的话 还有一些抵抗 但是也不好说 你要看在哪个城市 观点 中国人对存款不感兴趣 大量买理财 银行把大部分的债券包装成理财 卖出去 不承担风险 观点 虽然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泡沫 但是中共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帮助其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掌控能力 政府及大量体制内的人士都是房地产泡沫的得益者 这个泡沫只是膨胀放缓 不见得 会破裂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它会不会破裂 我一直认为 中国人 迷信政府 觉得政府是万能的 这也是个迷信政府的一个例证 中国政府在经济管理领域一直都是脚踩西瓜皮到哪是哪 他的所有的经济政策都是失败 所以我不觉得他有多大的掌控能力 他一直都是 叫什么 我给他的定义就是 面多了加水 水多了加面 否则你怎么会 你看看 限电 限成这个样子 说明什么 他经济管理能力根本就很烂 所以你说他控制得了吗 我不觉得 我不觉得 房地产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爆破 其中有个原因就是 你想一下 在若干年前 中国房地产的 这个拥有率 我们叫房屋拥有率已经超过90% 若干年前 90%是很高的了 到去年已经达到了 前年已经 2019年已经达到了96% 96%什么概念 基本上是全民拥有房屋了 所以他需求并不大 你只有改善性 改善性的租房 维持房地产市场 持续的增长的动力来自上 来自于房地产信仰 大家都觉得房价要涨 而且房价不会跌 所以大家都去买 有钱就去买 有钱就去买 所以是中国人均 户军拥有的房屋 是1.5 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你说他不破 我不能够说你是错的 因为这件事情没有发生 但是我认为 现在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下跌了 已经出现下跌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正在破裂当中 情况 我是80年 女性曾经是一位 旅行社的出境领队 2020年1月22日带团回国后 从此时去工作 想改行 找了很多单位 因为年纪太大 大部分都拒绝 只有保险 只有保 保险公司不介意我的年纪 要说被团灭的工作 出境旅游应该是第1个 非常对 网友说 不要做保险了 国内的保险公司就是压榨你的人脉资源 当你的亲戚朋友都用完了 就会把你抛弃掉 也不一定 也不是 也不是这样 保险 保险经纪其实是个专业 如果仅仅是靠人脉关系来维持的业务 肯定有问题 保险是 从本质上来说 保险经纪的工作是什么 不是销售 是服务 他不断的服务 通过不断的服务来维持 这个他的业务的扩展 是这样 所以 仅仅说你靠人脉 说明什么 说明你的那家保险公司不行 提问 中国的房地产不仅仅存在资产泡沫 还是中国经济主要的增长点 地方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 如果泡沫破裂不仅仅是像其他泡沫危机一样 冲击需求和金融体系 还会摧毁过去几十年来的增长模式 王老师觉得房地产税 加冻结二手房交易这个组合权可能性大吗 因为它会缓解财政问题和房价下跌 虽然 代价是毁掉一些家庭 我不觉得 当你冻结二手房交易的时候 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房价归零啊 一个不能够出售的房产 资产不是房产 一个没办法进行 交易的资产 它的价值就是零 所以不存在这件事 房产税就更不要提 这个时候如果你再出房产税 还不死得更快一点 这两件事情根本加在一起 就是本来房地产泡沫 破裂可能要有三年到五年时间 你这一秒钟就破裂了 这不行 这肯定不行 提问 这个冬奥会 北京冬奥会只限运动员 我们平民继续看还要隔离 我盼着能对平民入境放松 王老师觉得未来有可能吗 没有 没有可能 你想 你想趁着北京冬奥会 回国这件事情就别惦记了 提问 如果恒大爆雷后 限电导致产业链用大量外移 加上 持续通货膨胀 为什么持续通货膨胀 原材料价格居高不下 中国会陷入滞胀吗 我不回答这种假设性的问题 你自己去衡量一下吧 提问 这次连环经济灾难后 中共会是滞胀还是大萧条 这种大语言似的 不是我的工作 我的工作是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事情 和由此产生的一些影响 像这种预言似的判断 不是我的工作 好吗 观点 雷曼兄弟要倒闭之前 也没有人觉得房地产市场 会泡沫破裂 也没人觉得有人会不还房贷 或许恒大倒下 对于全世界来说 一个 一个中国内部的小事 但是还是要看他后续会牵扯出 何种效应 现在只能看 不是小事 对全世界都不是小事 观点 加提问 此次限电又隐约 可见中央和地方扯皮 这种情况与武汉肺炎疫情初期 习近平和武汉市长 推诿扯皮相似 这是否算是一种程度的管制失效 我没有看到扯皮 我没有看到 第一 我没有看到习近平和武汉市长 扯皮 我也没有看到这次 中央和地方扯皮 所以你后面的结论 我没办法 后面的问题 我没办法打你 提问 美英澳三国结盟 把加拿大和新西兰排除在外 是因为其政府相对比较亲中吗 我不觉得 加拿大都 加拿大公民都被中国拿来做人质 他们亲中吗 我不觉得 新西兰是有一点 但新西兰别人已经归队了呀 他们为什么 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这两个国家反对 反核 所以他们不参与 因为他们的这个结盟 主要的一个标的就是核潜艇 提问 冬奥会不开放游客是不是复兴 的复辟泰 和打算奥运会推出的数字人民币黄了 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个情况 中共会不会不公开说救恒大 但是默默的救 这么多假设性的问题 我怎么打你 我不知道 这都是假设性的问题 我都打不了 请问王老师 中国现在被恒大债务 及限电停产双 双危机加击下 贝莱德仍然 力推中国基金的动机为何 难道对华尔街来说 中国投资仍然有利可图吗 当然有利可图 没利可图他怎么会做 肯定是有利可图啊 因为 你想一下 华尔街核心的角色是什么 华尔街的核心角色是中介 所有的金融机构 他的任务是什么 他的任务是中介 中介是 把你的钱 交给我 我帮你去投资 或者我告诉你这个市场很好 来你去交易 我中间收佣金 所以整个华尔街呢 他的任务是什么 任务是中介 所以华尔街其实就是中介 资金中介 交易中介 交易中介 所以 你挣钱赔钱 他都是挣钱 只要你交易 他就挣钱 就怕你不交易 请问 王老师如何看待目前的中国A股 是否值得介入 毕竟相对全世界来说 大陆A股还是处于第1位 我不讨论A股 为什么 A股比赌场还要low 所以我从来不评价中国的A股 提问 在中国历史中 政府非常重视对资源和民众的控制 比如商鞅的利出一孔 到宋的强干弱智 现在中国仍然利用以前的思路对权力的迷信 还是对现代经济合作共赢创新的不理解 是认知的偏差 还是利益的导向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问的这个问题 我怎么打你 因为 因为中共他的治国理念的思路 很清楚 很简单 就是什么 第1个 把所有权力抓到自己手上 然后 围绕这个政权 全力维护自己的 对政权的垄断 怎么维护呢 就两个 第1个 叫洗脑 第1个就是暴力 用这两个维护他的 维护他对政权的垄断 仅此而已 其实不复杂 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问题是什么 我不知道你在问什么 sorry 你最好提问题会简单一点 不要绕 你这一绕我就给你绕进去了 提问 请问王老师 中国会去和澳洲买煤吗 这样可以马上解决电力问题 就不用拉闸限电 我觉得他不会不买 他一定会买 但是你要知道 买煤炭这个动作是很长的周期的 我印象中至少要三个月的时间 你现在出去买煤 买回来到 到你这个仓库里面 到岸 到码头 就是你跑到澳洲去买 买完之后 他就开始派 派船来运给你 整个过程要三个月的时间 这三个月的时间 现在已经10月份 那就是到明年1月份 买回来等过年吧 所以现在来不及 这个有点 有点太慢了 提问 凡发达国家都是冬季运动的强国 如果美加澳牵头带兄弟们一同抵制北京冬奥会 政治上打脸 只能否被反习派做成20大前的有力炮弹 这种假设性问题我也答不了 情绪 哈尔滨三只猫安乐死的事件 这不就是杀人诛心吗 杀了你的家人还要你下跪感恩 还要你亲自写同意书 明明是一封强制执行书 就能解决的 非要求主人自己同意 又不是不能解决 只是太麻烦 不想解决 提问 冬奥会不开放外国观众 举办国的经济损失是否很大 中国完全不算这个经济账吗 中国举办所有的体育运动 特别是国际体育运动 国际体育比赛 目的都是宣传 宣传什么 宣传他的政治制度 他背后都是这个动力 他算的全是 全是什么 全是政治账 当然 如果能够挣钱更好 就是这样 观点 影帝 温影帝的原化 信心比黄金重要 如果对房地产乃至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因为恒大的问题而倒了 那举世界之力都救不了 非常可怕 肯定全面衰退 同意 情绪 感谢王老师专业真实的试试评 这个平台成为我的精神食粮 我不会打赏 但是我每天反复播放 看完广告 希望这个栏目能够一直坚持下去 代表我一圈朋友 感谢王老师的付出 谢谢你的支持 谢谢广大网友的支持 那么大家的支持是我继续 做这个节目的动力 你们是我的源泉 动力的源泉 谢谢大家 鸣谢 谢谢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 OK